下面这位来自深圳的可爱小孩 有这个大大的梦想 欢迎可爱的阿拉雷小朋友 嗨大家好 我的张馨月来自深圳 你这个电冲得太无奈 对不起我不是小葡萄 也不是阿拉雷 我是葡萄干 为什么说自己是葡萄干呢 因为吧我挺瘦的 也挺甘巴的 但是呢我认为我还是具有葡萄的水分的 所以简称葡萄干 因为伯伯老师说过一句话 伯伯老师比没有人 如果连自己的体型都控制不了的话 他还能控制什么呢 一个小不点儿 说吧伯伯老师的话就这样打算 你怎么可以偷看我的微服呢 我没有偷看你的电视上公布了 我电视上都说了 都说了 我说了忘了 伯伯老师你对小葡萄的影响太大了 真的我也现在责任 你自己说的话都记不住了 那你真是有点健忘了 太可爱了 月月 我下次改正好吧 没关系 好 月月今天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想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 给大家带来快板 快板 怪不得我就说你这个嘴皮子太厉害了 伶牙俐齿 原来你有绝招对吧 我们特期待 准备好了吗 你的工具在哪 准备好了 在这儿呢 在这儿呢 好 准备好了 我就把舞台交给你 加油 好的 快 没事 不怕 不怕 坚上看 满街星低头看 有个坑坑里看 有盘兵坑外看 一老松松上看 落着鹰松下看 一老松松前看 放着精精前看 点着灯 脚上看 钉着钉 钉上看 挂着弓 看着看着眯了眼 西北前天 刮大风 抓到的风 好到的风 诗人见了九人精 刮散了满地心 刮毙了地上的坑 刮坏了坑里的冰 刮倒了坑外的松 刮毙了松上的鹰 刮走了松下的松 刮烂了松前的经 刮灭了精前的灯 刮掉了桥上的钉 刮毙了钉上的弓 这是一段 星散坑平平 划松倒鹰 肥丧走进来 蹬蜜 钉钉 公分的绕口 令我说的不好 请大家多多来比较 妹妹 我知道你从哪里来了 前面刮坏那么多东西 你是不是刚从纽约回来 那边刮飓风 才会把这么多东西 全部刮坏 但是我没有那么厉害 我说你以后长大了 会更厉害的 没你厉害 慢慢上下来看看 你现在多大了 给你的女儿同岁 多大 还有六天就是我十岁的生日了 你十岁了 嗯 十岁吗 那你要 你要 那你要 十岁五年级啊 你啊 你怎么知道 我猜呀 我乱猜 我是深圳市南山区 后海小学 五年级 二半的一个小学生 你怎么说出来话 像大学生一样的 老师最喜欢你的 是什么地方 可爱 老师最喜欢你的 是什么地方 话多 你觉得你话多吗 有的时候话会像 像水一样的喷出来 那就话崩 你觉得你老师 最可爱的地方是什么 他喜欢我可爱 你觉得你老师 最讨厌的地方是什么 他讨厌我话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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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讨厌我 我们来看看 是什么妈妈 可以生出这样的 女儿 可是我想让我的老了来 因为没有我老了 就没有我妈妈 没有我妈妈 就没有我 所以应该 谢谢我老了出来 不够老师 不够老师 你等会 我帮你 不是我给你一个手帕 你拿着它才汉用 就送给你了 那里面的人特像你 波波老师 波波老师 波波老师在你心目当中 就像森林里的一颗水果了 不对 是你那个绿色的小苗 就是我们 是你在注意我们 就是我们长大 我猜猜你肯定从小 跟你姥姥一起长大的 老爷 你为什么每一次都 都不跟着我走的 因为你每一次都 不按照我的思路来 我今天 老姥 老姥最讨厌你的 是什么地方 也是话多 那么话多属于老毛病了 我跟我爸学的 你爸为什么不来 我爸爸呀 他跟你一样 他吃的都是草挤的 都是这个 他得挤这个 那么你妈妈 没听见干什么呢 说你 不是 也是像我爸爸 要的吗 你 因为呢 我妈妈给他 查了万年力 就是我爸爸 如果不听我妈妈的 就会有大灾难 每个男人都是这样的 不听老婆的 都是阿吴社 你这小大人 怎么这么多道理 你都懂呀 这个谁教你的呀 没人教我 那你怎么懂呢 你是哪儿看来的啊 从你们大人那儿 偷听来的 你真厉害 听你也特别的 你说吗 你爸爸如果是 不听你妈妈的话 他就会碰到一个 大灾难对吧 对呀 所以妈妈的绰号 是不是就2012啊 不对 因为呢 我爸爸吧 他会先把钱 给我妈妈 但是呢 他会抽 从中 抽去一小部分来 因为他也要生活嘛 所以呢 他就 他一是先把这个 这个钱呢 先藏到自己的抽藏夹里 就是 就是你对你爸爸 藏钱的地方 你熟悉吧 地形 我爸爸跟我是一伙的 你爸爸不得下水 你负责掩护对吧 对 妈妈经常把我们两个 骂得狗血喷头 假如说他骂我爸爸 我就遭殃了 他骂我 我爸爸也就遭殃了 因为你们是同伙 对 那么你们 你妈妈有没有对你们 严刑考担呢 经常 哪 虾 都会 就掐你爸爸对吧 那你爸爸还手吧 想还 但还不了 为什么 已经被你妈妈制服了 不对 已经被我妈妈 摁到床上去了 我看看你妈妈是怎么样 你说我觉得 蛮为你妈妈担心的 这个姥姥 这个妈妈 妈妈 我们真是同情你 我非常同情你 这个女儿你 你不太摁得住 我驾驭不了她 她经常是满嘴跑舌头 不知道她讲什么 其实我能治他们两个 我们家像一个 战斗场地 姥姥是干什么的 姥姥 是操控这一切的 原来姥姥就是在背后 操控这一切 对 我姥姥谁也不受伤害 而且还能操控这一切 就就是你爸爸这个 你爸爸这个 然后交给你妈妈 对吧 你妈妈数完以后交给姥姥 姥姥以后注意点 她再拿回去 对啊 所以我们家基本的财款 我姥姥都能得来 但是我爸爸还有点财产 就藏在鞋底下呀 床上 这是秘密 这是秘密 没关系 一般家庭周这样 什么家庭 一般的家庭 所有幸福的家庭都这样 幸福的家庭都要藏钱的 对啊 现在我跟我妈妈和爸爸 我妈妈和我的爸爸已经开始公平谈判了 就是说已经有维护自身权了就可以 不许打不许骂了 就是你爸爸 已经弹劾了 是你爸爸被弹劾了 还是你妈妈被弹劾了 我妈妈被弹劾了 不 弹劾就是你妈妈就是 就是妈妈不能管你们了 或者是妈妈从这个领导位上下来 这叫弹劾 对 领导位上下来 是下来了 对 我姥姥登基 好 觉得 那么最近家里面安定团结吧 非常安定团结 因为呢 我爸爸 看我们走了以后 就不停地跟我们打电话 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啊 还是继续开始那场战争吧 就你爸爸 给你妈妈欺负的时候 他很痛苦 你妈妈不欺负他 就感到很寂寞 我爸爸痛苦 但快乐着 不不老师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 我想以后 不能碰到你这么强劲的追梦人 好 那请梦想照进现实往前一步 好的 这个太强了 然后 这个妈妈 你女儿的梦想是什么 她的梦想呢 是随时都在变化的 但是 从这两天 我们到了杭州以后 中国的第五位外交部发言人 是华春莹老师 女士以后 她的想法突然就改变了 她说决定要做 第六任或第七任的外交部发言人 原来的第三季的是张启月 好 你不急 她说我叫张新月 她说我也要做外交部发言人 你爱国吧 爱 那么她很穷呢 她很穷 我们也一定要爱她 为什么呢 因为她养育了我们呀 那如果中国和美国给你选择 你选择什么 中国 为什么 因为我是中国人 前面妈妈说你要 你的理想想 想成为什么外交部发言人 对吧 我想成为一个外景美食主持人 你怎么你这个追求怎么上天入地的了 一会儿是外交部发言人 一会儿是外景主持人 其实吧 我的梦想不能上九天来月 也不能下五阳桌憋 你想干什么 就是想当一个外景美食主持人啊 那么现在我要和你谈谈了 就是你逻辑思维很强劲的 你觉得梦想和理想有什么区别 理想就是长远打算 你以后要干什么 梦想就是你现在要干什么 这个你语文老师是数学教的对吧 没有 那么什么是奇迹呢 奇迹 就是你睁开眼也看不到的现实 太深刻了 韵媛 不是深刻 这句话是我说的 对呀 但是我问题是 他在这个舞台上可以如此的 气定神仙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如的呢 我真的想在这里直接把你送进中科院 你什么都要打下去 你这是什么做出来的 这个 我实在为吧 你这句话是讲出了人生的大道理 所以我要拿过来 你认为我这句话讲出了人生的大道理 让我明白了什么叫梦想 什么叫奇迹 什么叫现实 什么叫理想 我现在问你什么是梦想 梦想就是你 闭上也能看到的奇迹 什么是理想 理想就是你以后要干什么你的长远打算 我问这个什么叫奇怪 就是 波波叔叔这么虎视眈眈的看着我太奇怪了 月月你这样吧 我很想看到波波叔在舞台上有这样的状态 你看狂擦汗 还要把这个白 我再问你什么叫奇才 我就是奇才 不你是药材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是奇才 对 你是 你是奇 我是才 你今天快乐吗 站在这里 非常快乐 像这样的场面 你经历过多吧 多 多少 很多 比方说 比方说 我在深圳参加的小新林林后 你们又不怕人 为什么叫小新又不是地雷 因为林林后势无可挡啊 你们都已经快被我们后浪拍在沙滩上了呀 我们早就知道你们有这一手 我们不会去冲牢 我们走的是山路 那你们也被踩在脚底下了 那个 波波叔叔那条手就是快被你转碎了 你要知道这条手就是 波波叔叔一直在转这个手绝 就说明波波叔叔看到你很紧张 所以来再给你一条 你是卖手绝的 我最后跟你沟通一个问题 就是说 说出你的梦想 还没有到梦想照进现实呢 不了 现在已经照进现实了 你是不是研究过我们这个节目的模式啊 那让他多了 我们满足他的小心缘好不好 好 来月月 请您上前一步 还要顾着他的快把 对 这是传家宝 我们让梦想照进现实 我现在在想 如果我们两个人在梦境当中狭路相逢 我的结果会是什么的结果 你会醒来 我想知道我醒来是被吓醒的 还是被踹醒的 被憋醒的 告诉我你人生 不是你人生 你长到现在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时间 最开心的一件事 我看到了你了 我明白 这叫马屁 我觉得你人生最让你难过的事情是什么事情 还是我看到了你了 我看到你既兴奋 但是呢又又有点难过 难过是什么 替你难过 为什么 替我难过 对 为什么呢 因为你很快就要走下这个台了 我就是一说我下台了对吧 不是 在二十多年后 你可能就已经 不是 是已经得被迫走下台了 当然 你还做站一会儿吧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走到这个台上吗 你站到这个台 是帮助更多的人来圆梦 见证他们的梦想 这点我做不到 但是我 我很激动为这句话 你前面说的梦想 要叫后面梦想光卡团 要投票的 这个梦想说要具体一些 你等一会儿 我提个 你现在忙得过来吧 我提一个小请求 什么请求 把鼻涕擦掉 看到你太激动了 我想哭了 好 你哭是从鼻子里哭的 这叫哭鼻子 忘了 好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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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梦想要 它前面插的是左边鼻子 现在转过去插右边鼻子 你路我擦鼻涕哦 我明白 好 好了 我数到十 你想好你的一个梦想 如果他的梦想可以投票 我就帮你投票 那么你整个顺序就完整了 如果我给你数到十 你这梦想还不足以投票的话 我们就用美好的音乐为你送行 好吧 我可以告诉你们 我的外景主持人是个什么概念 你跟我谈概念了 他并不是那种正式的那种上台的主持人 我只想帮助大家了解更多我们中国的美食 我要更多的了解世界 让世界更多的了解中国 我这样 我们浙江卫视有一个美食类节目 叫爽思迎天下 如果大家认为你这个小可爱 可以出现在爽思迎天下的节目里的话 我们浙江卫视圆梦版真的会通过你爸爸 找到你姥姥 再让你姥姥通知你妈妈 然后让你姥姥在后花园跟你接头 打这件事情 报纸 好吗 好 5 4 3 2 1 开始 我可以摸摸 我可以抱抱你吧 来 谢谢爸爸 你真可爱 来 祝贺你 你看这么多姑姑姐姐喜欢你 你以后一定会成才的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支持我 我会再回来的 谢谢你好 美妙的音乐 为我们小可爱送行 谢谢可爱音乐 谢谢你 小思月 用一份快乐的团阵 彻底点燃了梦想舞台 希望这个可爱的小天使 能在未来带给我们 更多的惊喜和快乐 雅丽姐姐 你放心 以后我会给你留十个饭碗呢